想吃臭豆腐得先拿號碼牌 看這店門口的排隊人潮 幾乎都要把馬路給占滿 店內更是位置坐滿滿 遊客夾起臭豆腐大口往嘴裡送 臭豆腐放進油鍋 這支作響炸得金黃酥脆 還得出動兩個鍋子來炸 一旁的店員快手加進泡菜醬料 二二八連假首日 花蓮玉里臭豆腐店迎來大量遊客 看這業者忙到連受訪手都沒有時間停下 因為用餐客人不斷上門 搖起熱湯一口接一口 每人桌上都來玩暖呼呼的牛肉湯 店內坐無虛席 外頭更是好幾組客人還在排隊 為的是這一碗牛肉湯 溫體牛肉淋上熬煮12小時的大骨湯 監視器拍下二二八連假第一天 店家都還沒開門就有遊客來排隊 鐵門一打開大家迫不及待入內用餐 鏡頭拍過去大街上都是人知名的炸彈 蔥油餅老店店門口遊客擠得滿滿滿 要吃上一口至少得等上二十分鐘 二二八連假東台灣迎來國旅人潮各個美食業者 卯足全力迎戰要在這個連假荷包賺寶寶 三連新聞留言要請花蓮報導 一定要考慮一下 配方 冠 flight 我好 ado 請 IG